这是昨天晚上泡的菜种子 这个是莴笋 这个是芹菜 这是生菜 这是菜苔 菜苔就没有泡 因为这种种子都很容易发芽的 然后最不好发芽的就是芹菜 这个如果不泡一下 发芽时间要很久的 而且会不均匀 泡一下的话 发芽会比较均匀一些 就用这几个泡沫香一粮 现在先浇一点水 浇湿了 这样子已经浇湿了 不然等一下撒了菜籽再浇湿的话 就很容易把这个菜籽封走了 先撒一块 加一点点这种细的泥土 不然都撒不开 再把它拌均匀一下 其实这样子撒菜籽麻烦很多的 但是有些菜籽就像芹菜一样 最好还是这样子 画一下再撒 会比较出苗比较快 过程就撒这个箱子 多少钱 先把材料刷在里面 再抓一点的这个细的味道 然后就刷着里面 放在里面 生菜刷这个香口 这个香口刷着这种 叫做甜菜腿 这是菜心来的 甜菜刷这里 这样子可以避免太阳晒风吹的时候 这个水分蒸发太快了 然后这个发芽也发不好 埋苗的泥土一定要保持湿润的 盖的时候最好用这种透气的网 这样子它就可以透气了 不然的话 完全不透气里面 湿度太大 种子也会坏掉 这样子也会不发芽的 还有就是不盖的话 这里土太阳大很容易干掉 干掉之后 种子也很难发芽 有的刚发芽的时候 土一干掉了 那个芽一干掉 这样子就坏掉了 撒了菜籽之后 最好上面再盖一层 炒木灰就最好了 但是也炒木灰了 等明天烧一点 再撒一点香气 这个盖一下 再压住一下 这样子风去吹